这期继续讲《一仙》第五十四篇,话语间充满着不舍,时可俊心猛地跳了下,她没有说话,甚至没有任何吃惊的表情。 因为她的惊讶已经在秦素颜告诉她的一刻,提前释放了。 在她眼里,刘林这种情感的表达是真挚而又坦然的。 她忽然想起自己离开月牙镇时,刘林应该和她当时的心情很相像,不仅无力,甚至还有种浓烈的挫败感。 邱元县很多项目才刚刚启动,而乡村振兴试点工作,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。 这时候,她的离开,无疑对后续政策的落实和延续带来了巨大的变数。 她心有不满,却又无可奈何。 而她的从政之路才刚刚打开局面,甚至连萧可敬也要离开,这些对于她来说,真不是什么好事。 或许是走进了石可俊心里,知道她在忧虑什么,刘林紧接着又说了句。 还有件事,我不得不告诉你。石可俊去接过话来。 萧书记也要调整了,是吗? 刘林顿了下,至此,她已经猜到,这些信息的来源之地了。 毕竟石可俊和秦素颜的关系,那是非常不一般的。 想到此,刘林接着说了句。 不过,你也不要太过担心,萧书记应该是提拔重用,据说,最快也要到年后。 林姐,你呢?石可俊忽然反问了句。 嗯,我,我还在江海工作,因此,邱元的政策延续。 就要靠你了,我会一如既往支持你的,不过以后,你就不能再这么任性而畏了。 不幸中的万幸,刘林应该也是提拔了,只是不再担任县委书记而已。 更确切地说,是萧可静还有一盘很大的棋,在她离开前一定要办了。 石可俊呵呵一笑,林姐,在你眼里,我是个任性的人吗? 刘林别别嘴,石可俊算不得是任性的人,以她的能力和独特的技能, 原本可以轻松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,却偏偏酷爱在官场驰骋。 自己即将被调整,其原因,刘林是能猜到一二的,并不是陈家的原因,而是萧可静的想法。 即便她并不太乐意,如果有的选择,她更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,但这就是官场,她无法去改变。 刘林有些疲倦,闭上眼睛,思绪轻舞飞扬起来。 就在前些天,萧可静找她深谈了一次,将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她。 更为重要的是,直到此刻,她才读懂一点萧可静的安排。 原因只有一条,江海和秋元的官场水太深了,如果不把刘林撤出来,有一天保不准,她就会被淹死了。 刘林,让你来市里,是为了更好地帮我将棋局的最后一步走完,你放心,我已经得到上级领导的默许,在离任前,一定要肃清江海甚至是秋元官场,贪官不除,我定不会离开,这是我向上级提出的唯一要求。 欲让其灭亡,必先让其疯狂。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,你就是黄雀,当然,此刻的刘林,还不明白萧可静话语中的真正含义,她唯一能做的,就是按照萧可静的话去执行。 萧书记,我不敢问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想,如果您征求我的意见,我个人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球员的,但我坚决服从您的安排。 萧可静点点头,脸上挂着笑容,她在江海任市委书记两年,看上去算不得是个强势的人,但这一切都是她故意而为,她在等待一个机会。 而且,这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指示,原因就是,江海的水太深了,让她这个看似性格温和的人来这里,就是为了肃清江海官场。 但这一切,萧可静是不可能告诉刘林的。 石可静的出现,让她在反贪的进程中,找到了一些新思路,也发现了一些新问题。 萧可静明白,陈小娟接认自己是毫无悬念的事,而上面的意思很明确,就是将一个风清气爽的江海交到她手里,甚至告诉她,任何事都可以和陈小娟说。 言下之意不言而明,其他人都要审慎对待。 许贵生的嚣张跋扈,王金明的左右逢源,甚至是。 萧可静沉思了,忽然说了句。 刘林,我知道,你担心石可俊,其实我何尝不是这样,在现在这个看似混乱的环境里,让她自己去角逐去抗争,可以让她在逆境中加速成长,必要的时候摔摔跟头,也未必不是好事,因为我们就需要这种百折不挠,敢与恶势力斗争的年轻干部。 刘林心头一阵激动,萧可静的话就像是说在她的心坎里,让石可俊自由发挥。 不过,如果自己也离开了,以她的性格一定会惹出很多事来,到时候,该怎么办呢? 嗯,我完全听从萧叔的安排。 刘林最后说了一句。 萧可静见刘林紧绷的脸,淡然一笑道。 城中镇升格的是我已经考虑清楚,也得到了上级的同意,马上就要实行。 外界很快也会知道。 刘林有些惊讶,这是一点风声都没有,连她也是第一次听说,而萧可静已经安排好了。 萧书记,您说的是真的吗? 萧可静喝了口茶,瞥了眼刘林。 林儿,我的想法还不止让她身为副处,因为城中镇是经济大镇,晋升为县委常委也不是不可能的。 是。 县委常委,萧叔,你没拿我开玩笑吧? 刘林一时激动,变得没大没小起来。 哈哈,当然是真的,而且这件事已经和陈小娟市长沟通过。 合适的时候,金明部长会亲自找她谈话,至于你的安排。 萧可静并没有说,而是竖起了三根手指。 刘林请客间明白,这让她很震惊。 萧书记,这,这不会是真的吧? 萧可静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下去,点到为止,原本有些轻松的脸上被忧虑重新占据。 林儿,我还想再问你一次,高斌这人怎么样? 刘林愣了下,说起高斌,她忽然一阵脸红。 萧可静曾经提醒过她,让她注意这个人,但她似乎没当回事,自从任县长之后,高斌整个人像是变了很多。 四个字,杨凤因为。 善于做表面文章,一点也不识,而且在邱元县大有成为江海某些势力代言人的去世。 比起李天花的肆无忌惮,高斌则做得更为隐蔽,给她的感觉就不是个务实的干部。 刘林不太明白萧可静华丽的意思,随即猜测着说了句,难道让她接任? 萧可静忽然冷冷一笑,位置可否。 这可是许桂生背后那位打了招呼,点名要重用的人。 然而萧可静并没有拒绝。 原因很简单,让他们疯狂一阵,子弹再多飞一会又如何,或许这样的安排对最后的结果,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? 而这个想法,也得到了陈小娟的认可。 这盘大棋虽然很复杂,涉及的人物众多,但她此刻,似乎看到了结果。 和许桂生这样的腐败分子做坚决斗争,这是她的使命与责任。 不计较一时得失,甚至还想到一个很通俗易懂的话。 随即说道。 林儿,放长线钓大鱼,咱们只要最终能将将那些飘在水面上,还有那些躲在水底的大鱼给抓住,就是值得的。 经过程,种结果,呵呵。 刘林并不太理解这句话,谁抵的大鱼? 又会是谁呢? 一个急刹车,刘林睁开了眼睛。 见石可骏正盯着她,扭头朝她微微一笑。 林姐,你在想什么呢?都快到秋远了。 此刻,刘林瞥了眼石可骏,心情是复杂的。 开心那是不用说,随之而来的就是担忧,石可骏不仅提复处,而且还要进县委常委班子。 直到后来刘林才明白,萧可静对石可骏的认识其实比她要到位多了。 目的之一,就是为了应对后面一系列的人士安排,石可骏可不是个任人宰割的种火。 而且是整个计划中,看似微不足道,却是很重要的一环。 借此来牵制那些为所欲为的人,加速这些坏人的覆灭。 而她能做到吗? 最后,萧可静忽然问了一个让刘林不太好回答的问题。 林儿,石可骏最近去哪里了?你不会真的单独安排她外出考察去了? 看着萧可静颇为好奇的眼神,刘林随即淡淡一笑,既然问了,那她只有时事求是汇报了。 其实,不是这么回事,石可骏是为一个人治病去了。 治病去了?谁? 见萧可静更为好奇的目光,刘林有些为难,这是该怎么说呢? 索性把心一横,刘林从新食品产业园开始,到秋原医药产业园振兴。 最后,将石可骏的新京方的事全部说了。 还特意强调,叶寒梅就是为了石可骏这个药方而失明了。 当然,她也引去了一些不太方便说的事。 原来这样,这个臭小子,连她姐姐素颜都隐瞒了。 萧可静听完淡淡一笑,石可骏是个奇才, 而这个叶寒梅无疑就是她的代言人就在这时。 刘林忽然说道,萧书记,可能你还不知道,梅子新保健食品已经出了第一批成品。 萧亮用爆棚来形容也不为过,现在企业正在扩大生产,广告已经在省台播出了。 尤其是在某音等新媒体上,更是被炒得一盒难求。 萧可静很是好奇,这么火爆。 而此刻,石可骏已做了一个决定,想要帮她一次,不管将来,她们如走向何方? 刘林想要自由的心事? 显而易见的。 再次来到县政府地下停车场。 一个深情的吻别之后,石可骏就离开了。 叶寒梅还在小屋,不过她对此并不怎么担心。 因为这次治疗之旅,她发现了小白狼强大的能力,谁想要欺负她,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。 从县政府出来,石可骏直接去了新食品产业园。 路上的时候,石可骏最终还是给陈小刚打了个电话。 约她晚上六点在一坪酒楼见面。 至于为什么要去这里,石可骏自己也说不清楚,或许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小饭馆,能给她带来不一样好运。 由于新保健食品的突然爆火,加上医药产业园全面改扩建,萧正和苏亚已经从绅士飞了过来。 而此刻,他们已经到了新食品产业园。 还没姐姐呢? 见面第一句话,萧正和苏亚毫不掩饰地问了这件事,在他们眼里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 说起叶寒梅,石可骏满脸地开心,故作神秘地说道。 嗯,很快就能见到。 苏亚不满意了,直接上手,跑过来挽着石可骏,斜脸问道。 可骏哥哥,你搞什么鬼呢?打电话也没信号,你把我寒梅姐姐藏到哪里去了? 叶浅熙更是愤怒不已。 哥,都这么长时间了,也不把寒梅姐姐带来,告诉你吧, 我都已经去月牙山找过了,你呀的,真奇怪,那个小屋就是找不到,难道你是神仙吗? 那间小屋就像是隐藏了,只对你开放。 石可骏呵呵一笑,这个他倒是没发现,被叶浅熙这么一点拨,忽然心有所悟。 你呀的,莫非被他说中了,别人看不到。 肖正对神秘的石可骏充满了信任,叶寒梅怎么会有事呢? 想到梅子新保健食品的热卖,肖正兴奋地说道。 可骏哥哥,你这个配方实在是神秘,在原来试卖的基础上,随着产品供货量不断放大,市场已经出现了一盒难求的现象,尤其是在绅士,订单量已经持续增加。 石可骏自然很是开心。 哦,有这么厉害吗? 对这个结果,石可骏并不感到十分意外,但还是没想到会热卖到如此程度。 肖正接着说道。 就因为这,爸爸才让我从绅士赶过来的,他建议,将秋原工厂12小时生产,改为24小时不停歇生产,再新增两条生产线,尽量缩短供货周期,你知道吗? 短短半个月,已经几千万的销售,就等韩美姐姐归来,大干一场了,石可骏眼睛一亮,随即达到。 好啊。 不过,医药产业员那边才是重点,新药的市场价值要远远大于这个保健食品的。 现在那边怎么样了? 苏亚接过话查说道。 可骏哥哥,你就不要担心了,那边有从绅士过来的医药专家坐镇,厂房设计改造都在进行中。 另外,新药的市生产已经完成,公司正在按照相关要求进行,相信不久就会问世了。 肖正补充道。 秋原分公司有韩美姐姐负责,这也是爸爸再三交代的。 我已经带来了公司董事会通过的文件。 其实就是你负责,不过你将韩美姐姐藏哪里去了? 呵呵。 苏亚显然是心急了,不失时机再补充了一句。 石可骏随即瞪了她一眼。 明天,行不? 因为还有事,石可骏并没有久待。 从新食品产业园离开,来到县城,石可骏首先去了趟银行,办了件事。 见时间差不多了,就直接去了一坪酒楼。 陈小刚已经到了,两个人再次见面的一刻,石可骏发现陈小刚完全变了个人似的。 此刻,石可骏已经决定和他摊牌。 小刚,你感觉怎么样? 以这样的方式拉开了两个人的对话。 嗯,谢谢史书记,我已经好了。 石可骏点点头,那就好。 陈小刚话语间并没有多少的感激之意,石可骏自然能听得出来,不过他并不在意。 因为在他总觉得自己亏欠了陈小刚。 而他今天就是来了断这件事的。 在他看来,陈小刚虽然谈不上多好,却也不至于和徐小海同流合污。 小刚,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,关于刘林的事,我非常抱歉。 陈小刚怎么也不会想到,石可骏会如此直接抛出两个人之间最难开口的事。 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,石可骏接着说道。 不管做什么说,我都要向你说声抱歉,这和我救了你的命没有任何关系。 但是我知道,你们之间并没有感情,你有自己喜欢的人,不是吗? 陈小刚愣了半天,心里也是有些无奈的。 他就像是中了迷魂阵一样,这段时间被徐小海牵着鼻子走,但是眉眉想到那五百万,心里就发怵,原本以为,刘林稍稍帮忙这件事就过去了。 没想到,刘林是油盐不尽,这是没得商量,弄巧成桌了。 小刚,有件事,我已经了解到了,不过这不是刘林告诉我的,这个你拿着,还给徐小海。 石可骏直接了当,并没有说是什么事,直接递给他一张银行卡,接着说道。 你中了徐小海的圈套,想必应该明白了吧? 石医生,你这,这。 陈小刚忽然说不出话来,给他一万遍,也不可能想到石可骏是为这事联系了他。 而自己却恶意地想了一百个应对的办法。 不过,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的呢? 而石可骏显然已经发现了陈小刚心中的疑惑,马上说了句。 小刚,这个你放心,这些钱是干净的。 不过,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徐小海,一句话,马上和他撇清关系,千万不要给陈书记脸上抹黑。 石可骏并没有和陈小刚待多久,因为他突然接到了王霞的电话,听声音完全不对劲。 想起之前见到的情景,石可骏忽然很不放心起来,就像是有什么事搁在心里。 分手的时候,石可骏紧紧握住陈小刚的手,而陈小刚却给了他一个拥抱。 尽管石可骏知道,这并不真诚,但已经不重要了,只要林姐能重获自由,干什么都是值得的。 出了门,石可骏犹豫了下,拿出手机将在绅士所拍的照片全部删除了。 既然已经这样,何必在画蛇天足,算了吧? 此刻,石可骏想不到的是,叶寒梅正带着小白狼徜徉在月牙湖边。 清静的湖水,白月光下,叶寒梅一身白色的羽绒服,旁边站着一只充满灵性却又无比忠诚的小白狼,就像是他的守护神一样。 小白狼,你是怎么做到的? 叶寒梅也开始对狼弹琴起来。 小白狼,你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,就像是见过一样,难道你真的早就存在了? 让叶寒梅难以相信的是,小白狼听完,不停朝他嗷嗷大叫起来。 一副得意而又稍显焦急的模样,让他甚是好奇。 最后轻轻一跳,直接来到叶寒梅怀里,又在他脸上填了几下。 叶寒梅从之前的嫌弃不习惯,到现在的顺其自然了。 从石可俊的话里,还有这两天的小白狼的表现来看。 叶寒梅才知道,某种意义上说,他的眼睛是小白狼才好的。 石可俊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个影子,或者说是小白狼的影子。 他也是自己的恩人,想到此,叶寒梅继续说道。 小白狼,俊儿要来,接我们出去了,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?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,小白狼已经有些急躁了。 在他眼里,自己的家随着叶寒梅病遇的一刻,那块大黑石已经不复存在,而这一切冥冥中早就注定了。 他将离开这个自己生活了很多年的峡谷之地,去外面的世界。 跟随叶寒梅,直到永远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小白,以后我和俊儿就叫你小白,好吗? 叶寒梅拍了拍他的头,淡然一句。 又是几声嗷嗷,给了他面子,小白狼算是答应了。 从此以后,小白狼下山,伴随叶寒梅闯江湖的日子全新开启,世间最美丽仍然是爱。 他的爱人。 石可俊,你在哪里呢? 就在这时,叶寒梅脑海里忽然闪过几个人的身影林雪燕,郑敏,还有江小燕。 一个深不见底的叹息,直接将他原本开心的脸,抹上了一层冰霜。 人生无常,世事难料。 这个夜晚,在秋园宾馆,高斌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坐在主位,目光扫视了一圈之后,这才打了个哈哈。 王斌、陈可、李爱群等人依次而坐。 胡吃海喝之间,赵丽是一番毫无底线地吹捧。 而高斌从一个即将去人大任职的副书记,一夜之间就要成为秋园的老大。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好,让他顷刻间有一种达到人间巅峰的感觉。 几杯酒下赌,酒不醉人人自醉,仿佛这个世界都属于他似的。 王斌、陈可、爱群,你们要好好干,今天我要交给你们一个最大最艰巨的任务,不惜一切代价搞垮时可俊。 对于高斌来说,许贵生交给他的任务是必须要完成了,而且他很乐意去做。 就在这时,王斌忽然说道,县长,听说琉琳就要调走了,到底有没有这事? 李爱群也跟着附和起来。 外面传风了,都说你要接任书记之位,我们必须提前恭喜了,书记。 你马的,这马屁拍的还有没有分寸,奇怪的是,陈可脸上挂着笑容,却很少吭声。 年轻的陈可,开心之余仍旧保持一份谨慎。 甚至对王斌等人的过度吹捧有一种不适感,而他更是从高斌的话语间也发现了不对劲。 高斌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,迅速而又露骨。 此刻,陈可甚至看到了一点李天花的影子,心里不由一阵打鼓。 搞垮石可骏,这不是毫无原则,瞎扯淡吗? 石可骏和他无冤无仇,而高斌一再强调要严厉打压。 王斌和李爱群等人则是挥着膀子摇旗呐喊,这不是公报私仇又是什么?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,石可骏绝对不是表面上看得这么简单, 更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羔羊,跟着他们这样折腾下去,是不是会重蹈段正山和吴大强的覆辙? 再说,人家做的哪件事是不对的? 茅台酒浓郁的酱香味,让王斌等人的情绪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。 唯有陈可在清醒中替自己捏了一把汗,这样下去绝对没有好处。 就在这时,高斌忽然放低声音小声说,再告诉你们一个绝密信息,市里将过来一名县长,将来我们的工作那就好干多了。 言语间透着神秘,他已经从许桂生嘴里知道是谁,但他此刻并没有说出来。 书记,是谁?李爱群借着酒进直接改口了。 高斌这次没有说出来,不过给了他们一个放心话,虽然王斌他们并不明白。 最恨石可骏的人之一,哈哈,喝酒,喝酒。 与此同时,在江海市,许桂生家中,作为最得意的弟子,姚广路站在旁边,双手垂于两侧,正虔诚无比地倾听许桂生的钻钻教诲。 这个结果并不算太过意外,只是没想到会如此快此刻,姚广路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激动,一本正经的模样。 广路,这次的事就要出结果了,不出意外,给你争取了这个好位置,也算是圆了你的梦,以后要和高斌倾心合作,再往前走,那是大概率的事。 许桂生不无得意地说道,在他眼里,就没有权利办不到的事,而他在睡梦中都觉得自己是个高明的人,在江海日渐明显的逆势中,居然有强势崛起的一天。 源于自己对形势的精准把握,萧可静要掉走了,自己最大的障碍即将绊掉。 而他则认为,有可能再往前挪一小步,而是里那个自以为是的老家伙,一直踩着自己,他也迎来了翻身的好日子,想到这些,许桂生就是一阵抑制不住的得意。 就在这时,他忽然想到一件事,阴沉着脸,随即说了句。 广路,王欣的是怎么样了? 姚广路对王欣也是一肚子意见,现在王欣已经不再听从他的安排,甚至已经好久没有和他在一起了。 想到此,心中颇为恼怒,却又不想在这个关键时期,惹出什么事端来。 书记,电视台的事,现在我已经不太好参与了,毕竟涉及到下一步人事调整,这个时候,不好再动人了。 许桂生并没有反驳,人事调整在即,此刻,已经不能再动了。 但是王欣已经把他得罪死了,还想干台长,那是不可能的,必须要想办法把他弄走。 另外,要将一个人提上去。 思索了半天,许桂生这才说道。 这样吧,你不方便直接推荐了,这件事由我来安排吧。 对了,提拔唐军军为副台长,有没有困难,或者说,台里是不是会有反对的声音? 姚广路愣了下,提拔唐军军。 这可是第一次听说,随即回答道。 书记,如果从上面提拔的话,应该没问题,而且,唐军军在台里的人员也很好。 就在这时,许桂生忽然说了句。 王欣的事就算了,太不听话,没有自知之明,而且和石可俊这个小畜生走得很近,必须给他点教训才行。 姚广路心里有点不满,虽然他有心提拔王欣,但是许桂生明摆着反对,在这个关键时候,他也不想管了。 其实,他更恨石可俊,自己几次三番被石可俊暴走。 最后一次,直接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康复,想起胸前几根被打断的肋骨,姚广路就怒气冲天。 去秋园,第一个要整的就是石可俊。 打定主意,姚广路随即笑道。 书记,您放心,石可俊这个小畜生,等我去了秋园,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。 再说,还有高书记支持,我就不信以我们两个人的力量对付他,不就跟捏死一只臭虫这么简单吗? 许桂生淡然一笑,他很满意姚广路表态,但他想要做的可不止这么多。 秋园两大项目即将落地,是一块肥得流油的好项目,而他已经准备插手进去跟我许桂生斗,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 此刻,许桂生内心的膨胀已经到了快破的程度了。 不过,他也不是一点隐忧也没有。 刘林的安排就是个谜。 萧可静什么时候走,也是个谜。 陈小娟似时不到,是平江省最年轻的地级市市长,更是神秘。 连他的老板也无法得到确切的信息,只知道一条,经多过来的,不得罪是前提,更不能对着干。 其实,还有件事,许桂生根本就不可能想到。 石可骏要提拔的是,许桂生压根就没听说过。 次日,石可骏一早就赶往市政府。 这算是他第二次见王金明了。 路上的时候,石可骏心情是激动的,当然也有点忐忑,这个算是十分意外的消息,直接将他给干蒙圈了。 包括刘林在内的所有人,只向他敞开了要调整的事情。 没想到,也包括他,石可骏能想到就是,提升他的位置,来延续秋元某些政策。 换言之,就是让他以一人之力来对抗那些人。 石可骏顿感亚历山大,不过他并不害怕。 一句话,只要自己出于攻心,又有什么好畏惧的呢? 同时,他更感叹萧可敬和刘林的用心良苦,多少也有点底气不足的意味。 只是事已至此,往前冲就行。 提拔前的组织谈话,而这次居然是王金明部长亲自谈,这可是极其少见的事。 其实,这都是王金明刻意安排的,否则以他一个代提拔付出,哪里有机会见市委组织部长呢? 在电梯口,石可骏意外遇到了夏宇。 夏秘书,你好。 石可骏很热情地招呼了声。 夏宇表现得则更为谦虚,含笑说了句。 史书记,好久不见,今天来市里一定是有什么好事吧? 石可骏咧嘴一笑,位置可否,尽管刘林已经告诉他,看样子,夏宇应该也得到了这个信息。 就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,靠着电梯的夏宇忽然抿了抿嘴,忍住了想说的话。 在六楼下了电梯。 在电梯门关上的一刻,夏宇小声说了句。 石可骏,市长或会见你呢? 石可骏更猛圈了,陈小娟市长会见我。 不过他并没有时间多想,因为电梯转眼就到了八楼。 王金明已经在办公室等他。 石可骏敲了敲门,王金明居然下位迎了过来,很热情地招呼他坐下,还亲自给他泡了杯茶。 这才侧目注视着石可骏。 石可骏,今天找你来什么事,想必你已经知道了,是不是觉得很突然,王金明并没有拐弯,一语中地,直接亮出底牌。 石可骏毕恭毕敬坐在那,多少有些拘谨,甚至还有点小慌乱。 开玩笑,他的官图之路,就像是坐火箭一般。 一路高歌猛进,一站快过一站。 石可骏顿了顿,这才回答道。 部长,您好,说实话是很意外,没想到,领导会这样安排,不过,我怕不能胜任,辜负了领导的期望,毕竟我的工作经验还不够丰富,再说再说。 石可骏一时语色,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 王金明淡淡一笑,他完全能理解石可骏此刻内心的感受,既激动又忐忑,28岁的年纪就步入如此快的车道,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遇上的。 这里面固然有石可骏能力因素,但在他眼里,市里主要领导的器重才是最关键的。 而且这次的任命,还不仅仅是肖书记一人,陈小娟市长也出人意料地力挺了石可骏。 看在他眼里,石可骏这都算是开挂的人生了。 但石可骏的表现则让他很满意,谦虚谨慎,而且对即将到来的调整,并没有多少的兴奋之情,从他的眼神里,看到的更多的是担忧。 想到此,王金明忽然笑着说道,石可骏,这是上级领导对你工作的认可,你大可不必担心,放手去干就行。 再说,你在秋元的事,我也很清楚,作为组织部门领导,我认为现在就需要你这样有能力,肯干敢干,又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年轻干部,经验可以积累,但是初心永远不能忘,我也支持你。 王金明很简短地表态之后,态度温和地盯着石可骏,忽然说了句。 秋元情况复杂,接下来会更复杂,你一定要保持本色。 千万不要受到某些人的影响,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一意谋发展,尤其不要怕得罪人。 石可骏连忙表态道, 部长,请您放心,我一定紧记您的教会。 王金明则连连摆手。 算了,不来这套了,什么教会不教会的,你不是这样的人吧,以后,不必这么拘谨。 忽然话锋一转。 对了,最近你和王霞联系了没? 王金明忽然说到王霞,石可骏也是没有想到,不过他心里正有疑问,也没多想,随即问了句。 部长,不瞒您说,我昨天在市委家属院碰到他了,就在您家,不过没进去。 呵呵。石可骏怕王金明误会,还刻意解释了句。 哦,我昨天去省力了,晚上回来,王霞已经回了秋元。 我觉得,他是遇到什么事了,你回头方便的话,帮我去看看,另外,他马上就调回市局了。 石可骏连忙点头答应,部长交代的是,况且是王霞,这根本不需要考虑。 王金明看向石可骏的眼神是充满赞赏的,他从心里很喜欢石可骏,甚至想过,如果王霞能和他在一起,那该是件多美好的事。 不过这些事,他也不好强求,反正在侄女的婚姻大事上,一切以王霞满意为上。 奇怪的是,王霞这几天似乎是遇到什么事了,问他也不说,这可把王金明给急得不行,这事交给石可骏,那是再合适不过了。 王霞这孩子从小就苦,一直跟着我,我这工作也忙,你有时间的话,你们多走动走动。 石可骏自然是应允下来了,再说,王霞的反常,可是搁在他心里,而他也正有此意呢。 就在这时,叮当一条信息音响起。 石可拿起来一看,是夏宇发给他的,只有一句话。 稍后来六楼,陈市长要见你,石可骏犹豫了下,回了两个字。 收到几分钟前。 夏宇站在陈小娟面前,犹豫了半天这才说道。 市长,刚才看到石可骏了,他去了市委组织部陈小娟抬起头来,愣了下,淡淡地说了句。 哦。 随即又想到了什么事的,嘴角轻瞥,陈小娟瞬间就明白了。 见夏宇正在等着自己表态,忽然摇了摇头,说道。 夏宇,你是有话想要说,别遮遮掩掩的,尽管说。 呵呵。 市长,您不是想更深层次了解秋元的事吗? 我觉得,不妨请她来一趟,何不给她个当面汇报的机会。 陈小娟笑了笑,没再说话,低头继续批阅起文件来。 沉默就是英语,夏宇自然知道。 石可骏并没有在王金明办公室待多久,就直接来了六楼。 夏宇见到石可骏的一刻,发现她似乎变了不少,神清气爽,没有过多寒暄,就直接将她领了进去。 当石可骏站在陈小娟面前时,陈小娟放下手中的笔,先是愣了下。 随即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 坐吧。 下雨端了杯茶过来,就出去了。 石可骏这才有点不自在起来,坐在那里盯着陈小娟,等着她开口。 在凝视的片刻,石可快速打量了一遍。 娇好的面容,特有的威仪,在她脸上显露无遗。 脸上还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笑意,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股强大的气场。 石可骏忽然觉得,陈小娟这点和徐东东颇为相似。 而她也发现了一个不太好的现象,或许是常年忙于工作,即便陈小娟化了淡妆。 陈小娟的模样比实际年龄似乎稍大了些。 她眉头微微皱了下,想到了见识,不过此刻,她并没有机会说。 就在这时,陈小娟忽然开口了。 去过王部长那了,祝贺你。 陈小娟双手交叉在一起,含笑说了句。 也算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交流的开始。 石可骏忽然愣住了,这件事,连陈小娟市长也知道。 谢谢市长关心,我会加油干的。 石可骏忽然有点想笑,这半年多来,这句话,在不同的场合,和很多人说过。 但是做梦也没想到,有朝一日,会和眼前的美女市长说。 陈小娟找石可骏过来,的确是有些事,想要听听她的意见,随即问道。 嗯,你在秋元的事,我都听说了,干得不错。 石可骏再次愣住了,我的事,她都知道。 市长,谢谢您的表扬,我会再接再厉的。 陈小娟呵呵一笑,很显然,石可骏回答得很官方,对于这点,她是能理解的。 想到接下来的工作,随即又说到职务的提高,伴随着责任的加大,以后的工作挑战性更大。 你有信心吗?石可骏想也不想直接回答道。 市长,有信心? 听说,月牙镇乡村振兴项目和县道扩宽改造都是你提出来的,尤其是乡村振兴项目,据说还是想办法争取过来的。 石可骏没想到陈小娟会这么直接,不过这些事,她又是如何知道的呢? 陈小娟对于这点还是颇为好奇的,而她为什么会知道,来源很简单,一方面就是萧可静。 因为他们之间这段时间交流很多,而萧可静为什么会这么说,自然是有她深层次用意的。 以她的视野,陈小娟接任毫无争议,虽然她很低调,不参与江海官场的争斗。 但并不代表她不关心,因为陈小娟也是个干时事有正义感的领导,将石可骏推荐给她。 萧可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 当她流露出在这个时候提拔石可骏,陈小娟的态度很直接。 我完全同意萧书记的提议,现在最缺的就是石可骏这样的干部,我们可以不拘一格,甚至是破格使用,在这一点上,我和萧书记意见完全一致。 最后,萧可静含蓄将乡村振兴项目的事,告诉了陈小娟,这也是变相抬高石可骏。 此刻,见石可骏坐在那里,似乎有点紧张,额头还有了微微的汗珠。 陈小娟嘴角轻贴了下,她并不奇怪,一个科技干部坐在自己面前,这样的表现太过正常了。 陈小娟自己端起茶杯轻敏了一口,很自然地说了句。 先喝口茶,我又不是老虎,别紧张。 石可骏呵呵笑了下,也没再客气,其实她算不得有多紧张,脑子里总是想起初见识的样子。 为了打破尴尬,又或是缓解下谈话气氛。 几乎在同时,两个人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。 不约而同说了声。 那天晚上。 说完,相视一笑。 陈小娟白了她一眼,石可骏则干咧着嘴。 市长,您先说。 陈小娟也没客气,轻渴一声这才说。 我欠你一声谢谢,石可骏,谢谢你。 市长,您已经谢过我了。 一句让陈小娟颇感意外的话,我什么时候说过了? 简直是莫名其妙。 见陈小娟有些诧异,石可骏胆子忽然间变肥了。 市长,我离开时,虽然你没有说话,但你不是已经表达过了吗? 难道你忘了? 陈小娟嘴角闪着笑意,突然她记起那晚的离开时候的情景。 自己的确是对她点了下头,也笑了笑,不过当时车窗是关着的,而且还是在夜间。 石可骏怎么会发现了? 真是奇了怪了。 不由打趣道。 你怎么会看到的? 我朝你点头了吗? 石可骏从陈小娟的语气和表情中已经发现,这是在预盖弥彰。 不得不说,石可骏同志的想象力真是丰富,屡屡揣摩加猜测,可陈小娟心里至于在想些什么,又岂是她能猜到的。 至此,谈话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融洽了很多。 石可骏不再纠结这件事,而陈小娟却陷入了沉思之中,这家伙真是个奇人。 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人,难怪那个小妮子会对石可骏如此深情厚意。 考察结果,很好。 就在石可骏认为陈小娟走神的时候,她却突然开口了。 你认为我们的干部首要任务是什么? 石可骏愣了下,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,马上达到。 发展经济,千方百计让老百姓富起来,过上好日子,因此,我才有了新食品产业员和医药产业员振兴的想法。 陈小娟心中不由一喜,目光注视着她。 新食品产业员的故事,能否说说,你为什么要在这个看起来并不方便的地方,而且还要为此修一条公路? 石可骏不由一阵感动,陈小娟居然做了这么多功课。 想到此,她随即说了句。 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,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,因为这里是个福地,福地月牙山。 欢迎四方来客。 福地月牙山。 这个提法很好,很新颖。 陈小娟脸上的笑意更浓了,原本有些苍白的脸上居然飞来两朵红云。 石可骏突然多看了两眼,因为她忽然想到一件事。 市长正好说到新食品产业员,而自己的产品现在是供不应求,何不?随即说道。 市长,您刚好说到新食品产业员,那我就向您汇报一下。 现在我们的产品在绅士卖得很火爆,已经是一盒难求。 肖氏集团决定再增加两条生产线,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。 哦,这么热卖,那可是好事。 陈小娟眼神中有些疑惑,不就是一款保健食品吗? 似乎是看出了她的疑虑,石可骏忽然笑着说了句。 市长,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下,网上炒得有多火,而且我可以告诉您,这款产品的确就是好,涵盖多个功效,尤其是对。 说到这,石可骏觉得自己是不是话多了点,正想收住,没曾想陈小娟的话随即跟了过来。 尤其是什么? 石可骏摸了摸后脑勺,有点结巴地说了句。 对中青年女性美颜护肤方面有奇效。 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,呵呵。 陈小娟可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,倒是听夏宇说起过这事,当然,此刻她并不知道这个配方就是石可骏研发的。 见石可骏这么说,陈小娟也是很想笑,看来这家伙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 此刻,调节气氛的谈话再次升级,她话锋一转,直接跳跃到最关心的乡村振兴项目。 陈小娟看了眼桌面上的文件,正是乡村振兴试点项目推进方案。 因为接下来,她就要全力以赴推进这件事。 而据她了解,将城中镇大陆村纳入到项目中的想法,最初就是石可骏提出来的。 陈小娟忽然问了句你为什么会想到两个镇和剑的想法,对于这样的问题,石可骏是不用考虑的,直接回答道。 因为这是推进这个项目实施的最优化方案,我们不能被区域所限制,两个村比邻。 如果单纯以月牙镇的柳志村试点,由于两个村穿插在一起,试点效果会大打折扣,因此,我才向县里提出了这个设想,不过,这还得感谢市长您的关心,否则这事也没法推行。 不是石仪拍了下马屁,还不露痕迹。 诚然,石可骏这句话,陈小娟是听进去了,其中一丝不言而明,她又岂能不知。 历经艰难,才争取过来的大项目,一定要办好了,这才是最重要的事。 想到此,陈小娟看向石可骏的眼神,变得更加温暖了。 其实,这是一种对人才的认可,才更贴切。 嗯,你很有想法,接下来就是怎么干了,两个镇协做发展,接下来,我会亲自过问这件事,而你也要做好前妻牵头推进的准备。 石可骏今天的第三愣。 前妻让我牵头,后面不让我管了吗?这又是为何? 石可骏没有听错,陈小娟可不是口误,为什么这么说,她是由自己的计划的。 见石可骏愣审了,陈小娟知道她在想什么,不过她不会向她解释什么,随即话锋一转。 什么时候,我得去趟岳崖山,到时候,你也参加。 陈小娟并没有说明,其实她的想法是,微服私访,而随行除了下雨,那就是石可骏。 只不过,今天的石可骏是不可能猜到的。 石可骏连忙点头,随时欢迎市长清临指导。 石可骏,你就不要这么拘束了,这样的话,以后少说,最好不说,都是为了工作,不要搞得这么正事。 石可骏注视着陈小娟,并没有说话,连头也没点一下。 因为,她从陈小娟这充满亲和力话语中,感受到了一个高级干部对工作的认真度。 形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,但在讨论具体事情的时候,就没这个必要了。 距离感的快速拉近,让石可骏胆子大了很多,原本就不算多的压力,紧客间就消失殆尽了。 两个人又从乡村振兴试点,甚至包括秋原医药产业振兴的事,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。 当然,大部分时间是石可骏汇报,陈小娟则很认真地听着,不时插话询问。 不知不觉,一个多小时过去了,石可骏知道,市长的时间很宝贵,已经聊了很久,奇怪的是,陈小娟似乎没有送客的意思。 市长,您忙,要不今天先这样,赶明欢迎您去秋原,我在石地向您汇报。 陈小娟忽然又想笑了,自己还没送客,她倒是很会体谅人,主动撤出了,真是个怪异的家伙。 那好吧,咱们先这样。 石可骏此刻,以为这只是市长例行的关照,却不知道,陈小娟已经预测到接下来的事情是的。 在提前给她打预防针,有些事,陈小娟已经在向她透露了可透露的事,真不会变卦了吗? 起身告辞的时候,石可骏犹豫了下,忽然说了句。 市长,如您不嫌弃,我车里有几盒新型保健食品,您不妨是吃一下,一日三次,一段时间以后,一定会有效果。 除了我之前说的功效外,它也能缓解疲劳,因为您太辛苦了。 陈小娟正住了,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接受馈赠。 就在这时,忽然想起了什么事的,低头瞥了眼老板桌旁边的小柜子。 石可骏想要送给她的保健食品,应该就是那个丫头送给自己东西。 见陈小娟似乎在犹豫,石可骏连忙说道。 市长,这算不上送礼吧? 其实,我这是给朋友送去的,今天先截留一点给您。 呵呵。 陈小娟随即给了她一个微笑,按想,这小子还真实诚,没说谎。 陈小娟没有再拒绝,不过这是怎么办呢? 夏宇。 那就谢谢了,待会你和夏宇说一声,交给她吧。 石可骏没再停留,在临出门的一刻,忽然转过头来。 见陈小娟还站在那里,注视着她。 石可骏忽然给了她一个当气回肠的笑容,甩头而去,臭小子,想什么呢? 陈小娟含笑在心里暗骂了句。 从市政府离开,石可骏打了个电话给唐军军。 你来家里吧。 唐军军直接说了句。 你不上班吗? 唐军军随即说道。 你在哪? 我来接你。 见面就知道了石可骏很好奇,这丫头,又想干什么? 半个小时后,当他们来到长江边,吹着徐徐的江风。 军军,为什么来这么偏僻的地方? 说完,石可骏自己都觉得别扭了。 唐军军并没有回答她,而是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军军,你这是怎么了? 接下来。 唐军军直接向她宣布,我已经辞职不干了,开什么玩笑? 你可是江海一姐,怎么能说辞职就辞职呢? 可话到嘴边又咽下,石可骏像是想到了什么事的。 咧嘴一笑。 军军,随心而动就好,别委屈了自己。 再说,你不是有股份吗? 唐军军直接派了下她的背。 开心一笑道。 哈哈,这个还是以后再说吧,因为我准备出国一段时间。 唐军军脸上的笑容是真诚的,哪怕有那么些无奈,但那种脱胎换骨的神情是虚构不出来的。 石可骏料定她是遇到什么事了。 出国干嘛?读书,充电。 书到用十方恨少啊。 呵呵,石可骏有些不解,更不相信她说的话。 不过,见此刻唐军军神情有些颓废,她并不打算追问下去。 我已经和台长说过了,很快就要走了。 石可骏愣了下,脱口而出。 为什么这么急? 嗯,神医贼王,许多事就是这样,人生无常嘛,你不也是? 怎么还扯上我了? 其实,石可骏并没有听懂唐军军想表达的意思。 两个人的交流,瞬间陷入了沉寂之中此刻,唐军军的思绪又回到了不久前那个晚上。 因为,她发现了一个秘密。 也找到了想要的答案。 一个很可怕的事实。 而她只有选择远离。 你不用再掩盖了,我知道你是谁了。 你和许贵生就是一丘之和,会不得好死。 面具男瞬间暴怒,一把扯下面具,露出了真容。 唐军军,你是怎么发现的? 很简单,因为虚伪的东西永远不会成为真的,邪恶终将被正义扼杀。 哈哈,你是个聪明而又睿智的女人,不过,这又如何? 许贵生提议提拔你为副台长,取代王欣,你会不愿意吗? 让面具男吃惊的事,唐军军毫不犹豫地给了她肯定的答复。 是的,我已经精定辞职,远离你们。 辞职,你疯了吗? 如果你们还有一点人性,就请放过我,希望这是我们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 面具男忽然大笑起来,手在下巴上抹了一把。 忽然停了下来,唐军军却呵呵一笑,说了句。 现在明白了吗?你不会忘了,我是干什么的了吧? 面具男正住了,眉头皱了下,猛然间明白了。 你还会变声,真是没想到,这该有多累啊,难怪你不爱说话。 呵呵,面具男忽然脸露凶光,言淡一句。 难道你不怕吗? 怕,但是我并不蠢,因为我有信心,你们不敢对我怎么样? 面具男拿出手机,音笑着说。 君君,我一个电话出去,你就出不了这个门了,因为南疆那边的人还在这里,而他们是谁? 想必你不会太陌生吧? 还有。 唐军军却说了句。 老家伙,这些事我不关心,而我出了这个门,你们再也见不到我,直到我离开。 面具男开始输入数字,一个一个地展现在唐军军面前。 慢着。 面具男玄机停了下来,唐军军知道他太多事了,不能让他走出去。 但他还是犹豫了下,静待下文。 因为,我已经将你们罪恶的勾当写成了文件,发到我的私人邮箱,十天后,如果我不解锁,就将自动公诸于世,而且在来之前,已经让人来这里接我了,一个小时后见不到我,他就会报警,不信的话,你可以去窗户那边看看。 不过,如果我能从容离开,你们的事,将和我无关。 面具男忽然犹豫了,情不自禁走向了窗边。 一阵风吹来,天色阴沉得可怕,看来要下雪了,军军。 思绪忽然拉回来,唐军军见识可俊,正呆呆地看着自己。 双手捂着嘴,又拿开,忽然朝着天空吹了口气。 神医贼王,愿你一切都好,好了,我该走了,咱们下次再见。 可他们还能再见吗? 此刻,唐军军眼里充满了不舍和无奈。 石可俊却没有发现,因为他正凝视着远方。 一声汽笛声响起。 看着唐军军远去的背影,石可俊忽然有种离别地意味他追了几步,又停下了。 就在此刻,徐东东的电话来了。 小坏蛋,你在哪里呢? 徐东东的声音里充满了埋怨。 石可俊同志,你这凭空消失了半个多月。 难道不该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吗? 我在,在哪呢? 在江海市政府。 石可俊也没法解释,只能以出差的名义给挡了回去。 而刘林则在这件事给了他最好的配合,这才让徐东东将信将疑地没在纠结。 徐东东愣了下,随即问了句。 你去市政府干嘛,石可俊打了个掩护,并没有说实话。 镇里的工作需要,具体情况,下次见面详细向东东台长汇报,可好。 嗯,周末来烫南疆,我找你有事。 石可俊随即追问道。 啥事? 徐东东沉吟了下,随即呵呵一笑道。 暂时保密,向你学习,来了当面说,可好。 晕死了。 一句话,这个周末去南疆,还不容拒绝。 而石可俊也有点内疚,自从上次以后,已经有些日子没见徐东东了。 他可是自己的女人,怎么能这么久不联系人家呢? 石可俊没在犹豫,随即应了句。 东东姐,周末不见不散,不过,你可要当心点哦。 贫嘴的家伙。 两个人之间的密语,徐东东游岂能不懂,而这个周末,注定是个非常不一样的日子。 天气预报,有终到大雪。 刘林回了省城,让他意外的是,陈小刚居然主动提出了离婚。 而陈家也欣然应允了。 即便是星期天,他们也以最快速度办理了,这对他们来说,这似乎算不得什么难事。 离开那个家的时候,陈伯和老太太给了他一个歉意的笑。 刘林却哭了,陈伯只说了一句。 林儿,你还是我的孩子,奶奶和我永远都是你的亲人。 一身轻松之后,刘林很想给石可俊打电话。 犹豫了很久,终究是忍住了。 开车回了江海市,这栋别墅,陈小刚送给了自己。 至于为什么,这也是个谜。 刘林最后只是说,因为工作要调整,只是暂住,并不会办过户手续。 至于突然同意离婚的原因,刘林已经不再去想了。 或许他已经找到了真爱,这才是最主要的吧。 石可俊那五百万,陈小刚没有说,只能成为一个永久的谜了。 刘林倒了杯红酒,自顾自喝起来。 在他看来,这算不得庆祝,离婚又不是见值得炫耀的事。 但他知道,这一刻,来得有些晚了。 石可俊已经有了心仪的女人,叶寒梅,徐东东。 他或许就是石可俊生命中的过客而已,何必给他压力与负担呢? 如果真的有缘,一切就会水到渠成,自由放飞,才是他此刻,最应该做的。 他是他永久的港湾,那个喜欢浮在自己怀中,像个孩子一样,沉沉睡去的样子,早就根植在他的脑海中。 电话接通后,石可俊似乎是犹豫了下,才接林姐,我在东东姐家,你在哪呢? 石可俊并没有隐瞒,而是选择了如实相告,刘林却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 嗯,没事,我在江海呢。 林姐,是不是有什么事,要不我马上赶回来? 刘林忽然笑了,这都十一点了。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,在温柔箱中遨游去吧。 没说几句话,刘林就挂了电话。 此刻,他正在江海别墅的家中。 一个人估计地躺在床头,拿着一本书,抬头看着窗外的星星,默默发呆。 星星,你明白我的心吗? 低头一声叹息,知音与爱人,看来只能在梦里寻找了,无需知道太多,他也不想知道,事实却残酷地摆在眼前。 因为他早已发现徐东东已经和石可俊在一起了。 还有叶寒梅,那个将石可俊是弱生命的女人。 而自己是个离了婚的女人。 乱了心神,很多事就失去了勇气。 刘林最后放下了书,一个人的床头。 一遍遍,去想曾经的过往,慢慢睡着了。 临睡前,他觉得自己做梦了。 石可俊走在前面,旁边却不是他。 他想醒来,就是睁不开眼。 明明没睡着,明明知道在做梦,生思历劫也睁不开眼。 醒来后,刘林给了自己一个答案。 也可以说,给他们彼此重新规划了一条路。 因为,这是他在梦里就决定了的。 懂得取舍,才会不累。 他与他,让时间来检验,也唯有时间能够做到。 在这个繁华的世界中,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璀璨的人生之路。 而走到尽头的时候,结果却是一样。 欢乐与忧愁,只不过是一场很难看到尽头的马拉松,是一场梦。 醒来的时候,皆是孤独。 他不能例外。 他也是。 周一。 来到办公室,石可俊就发愁了。 这一路开车走来,他发现城中镇很多路段路灯及路中间栅栏都已经更换了。 有的路段草坪都重新铺了。 不用想,预算早就超了,而且还不是一点半点。 很显然,自己离开前开的那个会根本没有用,王斌压根就没听进去。 石可俊恼火不已,这要换在以前,他一早就会把王斌叫了过来。 犹豫了会,分别给温淑雅和苏妙慧打了个电话。 怎么回事? 温淑雅和苏妙慧眨巴着眼睛看向他。 很好,这话正是他们想要问的。 你怎么回事? 你过段时间来一次失踪,被人家抓住机会了,王斌是镇长。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? 温淑雅这次没有客气,直接抛出了心里想要说的。 苏妙慧随即复义起来。 温淑雅说得极是,你这又是整得哪一出? 而且还是半个月,我们能顶得住吗? 石可俊被他们对得哑口无言,只能忍着心中的不悦,好生好语起来。 为什么不向县委县政府反应? 温淑雅顿时白了他一眼,说得很轻松,找谁? 这个工程是谁做的你知道吗? 苏妙慧别别嘴,再次对到高雁,你不陌生吧? 温淑雅直接亮出谜底。 高斌妹妹,那个小黑狗的妈妈,黑中介的老板。 岂有此理,那么大的事,过了就跟没事似的。 高斌身为县长,如此滥用权力,真吞得太过分了。 石可俊有点泄气,心中一百个不愿意,也只能暂时忍下。 不是他放任不管,这是必须得讲究策略。 想到此,随即说道。 苏镇长,花了多少钱?五百万。 苏妙慧直接爆出了结果。 翻了一倍还不止,这里面水分一定是足足的。 妙慧姐,悄悄找个工程咨询公司核算下,我倒是要看看,这帮人想干什么。 说完,目光转向温淑雅。 淑雅书记,这是你给跟进一下。 让石可俊更为惊讶的是,温淑雅马上说了句。 这是我已经秘密介入了,而且。 说到这,她看向苏妙慧。 对,我们已经查到了一些眉目,不过,暂时保密,呵呵,石可俊白了两个人一眼,不再说话。 高斌的妹妹,明目张胆来朗工程,这里面的鬼故事一定很丰富。 你压的,先记账吧。 苏镇长,一会你和我去一趟岳崖山,另外,再打个电话给大卫主任,侯主任这边我来通知。 我们看一下中药材种植基地准备情况,开春后,就将全面进行种植。 另外,今天上午,石可俊还有很重要的是,接夜寒梅出来。 此刻,王斌正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,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,他已经得到消息,城中镇即将升格为副处。 石可俊毫无疑问将要提拔重用,但上面传来的信息却让他高兴不起来。 似乎他这个镇长还升不了,这就让他很郁闷了。 高斌一喜话让他如梗在喉。 王斌,城中镇升格,只要你还在这里,那不是迟早的事吗? 再说,这只是个传闻,石可俊不一定能通过,总之,你不要多想这些事,我,还有许书记会考虑的。 在王斌看来,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情,而高斌并没有直接说,继续给他画饼。 这让他很不爽,不过也有个好消息。 刘林的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,而高斌接任的呼声,更是水长传高,他从高斌的语气里,可以轻易判断出,这几乎就是铁板钉钉的事。 如果高斌真的能顺利接任书记,那对他来说,就不算是画饼。 更为关键的是,高斌的话里,透着一层意思。 石可俊的提拔,未必能通过。 对于刘林的去处,却没人知道,甚至连许桂生也是心里没底。 来到新食品产业园。 叶浅熙已经等得心急火燎,车刚停下,不满的声音就被风吹到石可俊耳朵里了。 怎么才来? 苏妙会见了也不奇怪,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叶浅熙了。 后来地的二女儿,怎么长得如此水灵,白皙的皮肤,精致的不像人世间的女孩这种超凡脱俗的美丽,可是极少见的。 石可俊呵呵一笑。 浅熙,你等会说完,又做了个虚的手势。 说吧,就对苏妙会和后来地说道。 你们上午对这个基地做最后一次排查核实,我来订购中药材小苗。 苏妙会不由奇怪,难道你不参加吗? 我呢,还有点别的事。 说完,石可俊瞥了眼叶浅熙。 当他们来到月牙湖边的一刻,今天的阳光似乎格外地耀眼,温度急速上升。 十点不到,已经达到了十几度,在这个冬末,多少还是有点奇怪的。 叶浅熙就是个孩子,现在变懒了似的。 看着一望无际的荆棘丛,叶浅熙赖着不动了。 哥,我脚疼,你背我吧。 石可俊根本不会拒绝,叶浅熙这声极具穿透力的歌。 说的却是心不甘情不愿,石可俊所不知道的是,她少女的情怀,早就向她敞开了。 石里路,代嫁的新娘。 至少小丫头心里是这么想的。 一个契机,就会有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。 这些是躲不开的。 叶浅熙双手搂着石可俊的脖子,凑在她耳边,喋喋不休地说。 哥,韩媚姐姐真的好了吗? 石可俊停顿了下,身体蹲下了点,使劲将她往上拖了下。 这才说道。 嗯,韩媚姐姐眼睛不及好了,而且,而且还有很大的变化,另外,我还要给你一个惊奇。 是啥,快说。 叶浅熙双手突然揪住石可俊耳朵,调皮地问道。 嗯,这个嘛,只有你自己见了才好好吧,准了。 哼。 石可俊猛然间记起一件事来,犹豫了下,随即说道。 对了,浅熙,记得你曾经和我说过,你那半个梦,或许今天就能圆了叶浅熙愣住了。 自己是说过这事,那天就在这里。 但是自己什么也没说,他又是怎么知道的,用半个梦的故事,去追逐一生的幸福。 月牙山,还有那个大峡谷,自己,梦里去过。 还有那个儿时的玩伴。 那条受伤小狗狗,这一切只在记忆中伴随踏着他的成长。 从来没有说过,石可俊却能一语种地。 这一路上,叶浅熙各种提要求,石可俊照单全收。 背着他,徜徉在月牙湖边,快步向深山走去。 茂密的荆棘丛,像是长高了很多,原先的路已经不太好走。 当他们来到小屋前的一刻。 韩梅姐姐。 叶浅熙像只快乐的小鸟,直接从石可俊背上滑了下来,迫不及待向小屋跑去。 一脸喊了几声,宁静的小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 石可俊不由一阵惊慌,随即快步跑了进去。 一切都是那么干净,温馨的小屋中暖气阵阵。 再看,小窗户开着。 韩梅姐姐呢? 石可俊别嘴一笑,一定是去后山了。 拉着叶浅熙就出了门。 在半山腰,老远就看到了一个身材高挑的大美女,正抱着小白狼,在山野间奇怪的事,接二连三。 小白狼只看了一眼叶浅熙,就直接从叶寒梅怀里挤了出来,欢快地跑向叶浅熙。 真的是你吗?梦里的小狗狗。 见一丝牵。 叶寒梅马上给了一个答案。 一抹浅笑。 一脸红霞。 小白狼的最爱,不是石可俊,也不是叶寒梅,而是叶浅熙。 不管这是不是玄幻,反正就是这么真实。 后来的后来。 石可俊认真想过这个问题,活在社会上的每个人心中,都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,或者是梦想。 我们为之努力奋斗,却很难达到。 一个看似虚构的故事,玄幻的瑕疵,会在无形中形成。 其实,这些都不是真的。 犹如此刻,抬眼看向阳光的一刻,五彩斑斓之间,视觉盛宴就这么产生了。 真真假假又有何妨,性与不性,性与不信。 大部分时候就在一刹那间,过去了就好了,总是纠结于此,哪来的快乐呢? 因为你总是刻意将自己镶嵌于烦恼的海洋中。 走出来,一切归于平淡。 石可俊要带着夜浅熙的另外半个梦。 一左一右,前面是小白狼岭路。 石可俊来到自己是栽中药材的地方。 饱满而又圆润的灵芝,正微笑着迎接他们的到来。 石可俊知道,新的人生之路即将开启,月牙山大开发的序曲已经奏响。 那一片山,那一片湖,那一个村。 他明目张胆地偷走了他们的心,却被误会是偷偷的。 当他们三人,领着小白狼来到中药材种植基地的一刻。 后来帝瞬间惊呆了。 其实,夜浅熙早就发现了。 夜寒梅比之前要漂亮了很多。 而后来帝惊讶的,并不是夜寒梅的美丽,而是小白狼看向她的目光。 似曾相识。 当然,石可俊是无法得知这一切的。 这是一个奇怪的梦中之梦。 是后来帝一个人的秘密。 当年他在月牙湖边发现他们的时候,牙牙血雨中的夜浅熙就是和小白狼在一起。 而今重新相逢,后来帝不由深深叹息一声。 当年自己为什么不把小白狼带回来呢? 小白狼似乎记仇似的,朝他嗷嗷两声之后,忽然间变得释怀了。 围着他转了几圈之后,一个纵身跳到后来帝身上,东秀秀,西文文。 此刻,石可俊做梦也想不到,之前对高燕怀抱小黑狗,嗤之以鼻的自己。 现在,看到小白狼穿梭于叶寒梅和叶浅熙之间,怎么有一种难言的幸福呢? 真爱生命,爱护动物。 小白狼,其实就是他们的守护神。 小白,你似乎更喜欢浅熙。 嗷嗷一声,给了石可俊最后的答案。 从此,石可俊不再担心这姐妹俩了。 因为,有更重要的是在等着她。 揭开最后一层杀,将那些大坏蛋绳之以法。 发展岳崖山经济。 看着整齐华一的种植基地,石可俊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笑容。 叶寒梅回归的消息早就传到了江海乃至绅士。 当然,第一时间,位于南疆的林雪燕也知道了。 但并不是通过石可俊,更从不是叶寒梅。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林雪燕热泪盈眶,深埋于心底的愧疚之情,一下子迸发出来。 在她看来,这是一种无言的折磨。 女儿的愤怒,叶寒梅的不语,石可俊的精心救治。 林思琪的沉默,还有正敏的愤怒之色。 还有一个人,林雪燕几乎将她忘了。 其实,这不是真的,而是不愿意去想。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林雪燕觉得许多事该翻篇了,但这不过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。 林雪燕最后和告诉她的人,说了一句话。 义军,想回来了。 哦,是她自己说的吗? 不是,我觉得她,不想待在秋远了。 好吧,这事我来办,应该很快的。 挂了电话,林雪燕犹豫了下,朝楼上喊了句。 敏敏,你下来。 这时候,正敏从楼上跑了下来,怯生生地站在林雪燕面前。 老师,不,妈妈,你喊我吗? 林雪燕淡淡一笑。 敏敏,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韩梅姐姐已经好了,从此,放下一切吧,对于老师来说,你和韩梅是一样的,我都喜欢,你也不要内疚了,老师已经原谅你,相信一君姐姐也会的。 正敏叹了口气,紧绷的脸上,慢慢绽放出笑意。 而她的归宿,又在哪呢? 因为,她已经接到一个电话,让她去一趟江海市。 她并不想去,却又不得不去。 在林雪燕面前,她是乖乖女,但她的生活,早就不是林雪燕想象中那回事了。 短暂的兴奋之后,正敏的脸色,忽然变得更难看了。 老师,我要出去一趟,医院打电话来了,另外,这段时间也会比较忙,可能。 工作第一,照顾好自己,对了,你打个电话给一君姐姐和韩梅姐姐,他们会原谅你的,因为他们都很爱你。 正敏拎起包就走了,她没有回头,不是不想,是不敢,因为她是哭着走出去的。 此刻的她不知道,走出这扇门,自己还又没有机会再回来,周末,时可俊去了南疆,在路过省福利院等红灯的一刻。 她闯了个红灯,确切地说是直行右拐弯了。 为什么这么急?因为她看到了一个不该看到的人,苏妙慧。 她为什么来这里,而且手里,正牵着那个叫小柯的男孩。 就在她追上的一刻,时可俊却犹豫了,为什么要去刨根问底呢? 从过往中,她找到了答案,但她并不想去验证。 而就在这时,苏妙慧像是发现了她,突然停下了车。 两台车一前一后,他们都没有下车。 最后在路人喇叭声中,时可俊一个猛打方向,掉头而去。 小柯,你想阿姨吗? 嗯,不过,我更想叫你一声妈妈,你会同意吗? 嗯,如果你喜欢,阿姨也喜欢。 妈妈,我有爸爸吗?她怎么从来没来看过小柯? 苏妙慧努力挤出一丝笑意,轻声说了句,小柯,你当然有爸爸,只是。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。 哦,是这样啊,妈妈,你带我去哪? 小柯,从今以后,你就待在妈妈身边,开心吗? 我自然是很开心,不过,我那些弟弟妹妹们该怎么办呢? 他们会想我的。 童言无忌,苏妙慧没有再说话。 暗念了句。 小柯,妈妈对不起你。 和苏妙慧分开后, 时可俊直接去了徐东东家所在的星河别墅。 这个过程中,对于苏妙慧的猜想越来越接近于现实。 从月牙镇到城中镇,自己从来没有帮过他,据说还要升任镇长。 当来到徐东东别墅的一刻, 时可俊忽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,有种家的感觉。 抬起手正欲敲门,门开了。 温良贤淑的徐东东站在面前。 徐东东心里有很多疑惑,却不想去打破他。 时可俊是自己的男人,这就足够了。 哪怕他早就知道时可俊身边不乏众多美女, 而且一个个对他很倾心。 他也很烦恼,也很嫉妒, 却没有去主动点破,甚至很少联系他。 因为他完全有信心, 这种自信是与生俱来的。 一句话,优秀的男人, 大家都喜欢,都去追, 男为婚女为嫁,公平竞争。 这家伙,对美女缺乏抵抗力, 不是他看紧点就可以解决的。 只有让他自己从迷途中自觉返回, 才有用徐东东一锤定音, 这个定论。 当然,时可俊自然是无法知道。 在他眼里, 即便是闺蜜, 刘琳也是无法和他竞争的。 在追逐爱与幸福的旅途中, 徐东东是不会犹豫的。 但当时可俊站在自己面前时, 这份自信却又转化成了忧郁。 小坏蛋,是他对时可俊独一无二的昵称。 不过,他并不知道早已被刘琳抢先了。 因为喜欢,由于眷念, 更是那种发自内心的一见钟情。 小坏蛋,近来可好。 徐东东忧郁的眼神, 设在时可俊眼里, 就是一种淡淡的责备, 眼角沾着点忧怨。 可看在时可俊眼里, 顿时就化成了万般柔情。 东东姐, 我, 我最近比较忙点, 另外, 我也告诉过你了, 叶寒梅不是出了意外吗? 这段时间, 我一直在给他治病, 为此, 消失了半个月。 嗯, 那可是好事, 表现不错, 另外, 你身在官场, 却不忘百姓疾苦, 虽身边美女众多, 却也能记得我, 已经不错了。 徐东东说完, 就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拥抱。 抱得很突然, 也很深情。 他并没有因为时可俊提到叶寒梅, 而感到很不高兴。 他深知, 叶寒梅和时可俊的关系很微妙, 将他最大的资本, 新京方, 还有梅自新食品公司全部的股权, 毫不犹豫交给叶寒梅打理, 足见他们之间的信任。 就像是慢半拍, 反应迟钝了似的, 过了好一会, 时可俊才开口说话。 东东姐, 你这话怎么说的, 怎么有点别扭呢? 时可俊戏谑一笑, 这不是变相批评吗?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? 不过, 我并不介意, 嘿嘿。 时可俊被说得更无语了。 你还不介意? 对于徐东东来说, 结果才是最有意义的事, 他并不在意, 过程之前, 可以尽情放飞, 此刻, 他用自己工作逻辑, 来衡量他这暗藏的恋爱理论。 小坏蛋, 好好干, 你的官途之路, 绝不会止步于前, 因为你可是官场少见的新星, 一年不到的时间内, 实现了三级跳, 但与此同时, 你肩上的胆子会越来越重, 任何时候都不要沾沾自喜, 一步一个脚印, 才能行稳致远, 这点永远都不能忘。 时可俊这才从茫然失措中赶回, 他有些疑惑, 只知道徐东东是在提醒他, 不要忘了初心。 一句话, 随着植物的提升, 千万不要飘起来。 还有一层意思, 生活上也要自我克制, 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的。 可惜的是, 时可俊压根没听出来。 东东姐, 有你在后面监督, 我敢吗? 时可俊犹豫了下, 忽然将徐东东带了进去。 这句话听在徐东东耳朵里, 那感觉可是相当的好。 月儿, 白了他一眼, 徐东东别别嘴说了句, 现在挺会说话了吗? 还会讨好人, 不过我爱听, 呵呵, 说完, 就拉着他进了餐厅。 简约的西餐, 时可俊忽然想起, 他们那次西餐之旅。 被服务员误解为情侣的套餐, 却开启了他们今日之路。 徐东东甚至一次没有说过, 但时可俊似乎已经默认了这种关系。 这个周末, 萧可静在家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, 陈小娟。 两瓶几百块的红酒, 作为初次登门拜访的礼品。 萧书记, 这是我自己买的, 作为您两年来对我的关心, 一点小小的心意, 请您收下。 萧可静并没有推辞, 笑呵呵地收了下来。 小娟市长太客气了, 既然如此, 我就不客气了。 不过, 下次我去拜访你, 也得花钱去买两瓶酒咯, 哈哈。 这样的开场白, 为他们接下来的谈话, 烘托出了一个良好的氛围。 这时候, 秦素颜也过来打招呼。 陈市长, 你好。 秦处长, 如您不介意, 我叫你生姐姐, 不冒是吧? 虽然之前也有所接触, 但局限于工作场合, 对于陈小娟突然今天登门拜访。 秦素颜是有几分好奇的, 但她知道一定有很重要的事, 而且丈夫萧可静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提过。 秦素颜盯着陈小娟看了眼,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 而陈小娟的知书达理, 更是给她留下了好印象。 见他们有事要谈, 秦素颜打了个招呼, 就上楼去了。 书记, 您可是我的良师义友, 两年来, 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, 谢谢您, 萧可静摆了白手, 谦虚地说。 我可不敢当, 陈书记对你才是真正的关心, 呵呵。 陈小娟淡淡一笑。 前些天, 我去见了陈书记, 她都和我说了, 接下来怎么办? 我完全听从萧书记安排萧可静忽然严肃起来, 思索了下这才说道。 小娟是长, 接下来才是硬仗,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, 那帮人可不是好惹的。 陈小娟也不有点头道。 嗯, 不过有陈书记坐镇, 而且明确表示, 让我们放手去干, 不管涉及到谁, 一律一计一归办事, 一定要还给江海一个风轻气爽的官场环境。 萧可静陈卓连点了点头, 接着说道。 这件事, 我已经形成了详细的方案, 而且已经得到陈书记的批准,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。 你看, 还有什么要补充或者修改意见吗? 我们在讨论讨论, 确保方案顺利实施。 陈小娟摇了摇头, 萧可静的计划让他十分地吃惊。 他可是佩服的五体投地, 简直可以用绝妙来形容。 太精彩了, 萧书记, 我没有任何意见, 不过关于石可骏的任用, 是不是? 上次我们的意见可不是这样的。 萧可静嗨嗨一笑。 小娟市长, 方案总是在不断优化中嘛, 既然有人惦记石可骏, 我们何不顺势而为, 满足一下他们的愿望? 陈小娟恍然大悟似的, 想到了一些事。 萧书记, 那边会不会察觉? 萧可静淡淡一笑道, 不会, 因为我已经安排好了。 陈小娟此刻, 忽然想到了一件事, 比起萧可静, 自己要学习的东西, 可是太多了。 而她居然能如此大度, 淋漓开前, 还为自己考虑, 陈小娟也知道, 萧可静更放心不下江海的百姓。 想到此, 陈小娟万分感激地说道, 萧书记关心, 谢谢您, 您给我送了一份最好的礼, 而我也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 一句意味深长的话, 萧可静是能听懂的, 这其中包含了太多耐人寻味的东西。 陈吟了片刻, 这才说道, 小娟市长, 这是我该做的。 另外, 我建议, 明天上午召开市委常委会, 小娟市长, 你看怎么样, 正合适, 呵呵。 陈小娟应了句, 次日上午10点, 市委常委会准时召开。 在集中学习之后, 第二项议程, 就是人事安排议题。 关于秋原县委县政府调整的议题, 刘林另有任用, 高斌接任书记, 姚广路任县长。 一切, 都按照之前沟通好的,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 但在讨论石可骏你提拔为副处级, 晋升县委常委议题时, 讨论非常激烈。 许桂生直接扫视了一圈, 提出了反对意见。 石可骏同志, 资县上浅, 工作能力明显不足, 满干思维严重, 且城中镇镇长王斌资历深, 工作经验丰富, 我认为即便要提拔重用, 也应该一起, 不能厚此薄笔, 这样会打击大家干事的积极性。 我的意见是, 要么一起提, 要么, 都别动。 许桂生声音响亮, 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, 说完, 在与会人员脸上扫视了一圈。 让人意外的是, 林如山清壳一声, 带着为难的样子说话了, 我这里刚刚收到一份举报信, 举报石可骏短短两个月之内, 善离岗位两次, 一次一周, 最近的一次半个月。 但这不代表我反对他的任用提拔, 本着对他负责人的态度, 建议暂缓, 待调查清楚以后, 再, 予以考虑。 唯一让许桂生感到意外的是, 王金明这次, 却附和了林如山。 萧书记, 我认为林书记的建议是合理的, 石可骏同志有没有问题, 调查之后就会知道, 其实, 我在下面也听到了相似的意见, 为了对他个人负责, 我的意见也是暂缓进行。 接下来, 陈小娟的态度也很鲜明, 直接默认了几个人的建议, 而且还出乎预料地, 力挺了许桂生。 萧书记, 我认为暂缓提拔石可骏是对的, 而且贵生书记, 如山书记, 金明部长都有这个想法, 王斌同志年龄也不算小了, 在邱元也是老人, 如果可以的话, 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? 我的意见是, 可以先进行考察, 如果。 陈小娟的话, 简直就是神助攻, 轮到许桂生再次发言的时候。 这得意洋洋的尽头, 简直把自己当成了一把手。 而王斌明照就没有否决许桂生的提议, 但他是这么说的。 萧书记, 我完全赞成陈市长的建议,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存在意义, 就放下对其他干部的考察, 这是不公平的。 萧可敬阴沉着脸, 声音越来越大, 但他并没有行使他的一票否决权。 完全就是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, 最后只得无奈地同意了。 而所有这些, 看在许桂生眼里, 一句话, 萧可敬, 你都要走了, 还要提拔石可骏? 还想提拔成县委常委? 开什么玩笑? 此刻, 许桂生心里这个乐, 写满了整张脸, 而且是好几层。 对于王斌明的突然支持, 在他看来, 王斌明应该得到了消息, 自己的地位更牢固了, 而他的靠山萧可敬要走了, 又想回头投奔自己吗? 哪怕之前有不满, 许桂生那也是欣然接受的。 看着萧可敬甩手而去的样子, 许桂生心里狂喜。 而陈小娟却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笑容, 这一切来得如此顺利。 许桂生有种直上云天的感觉, 这种感觉让他有种飘飘欲仙, 老子天下第一的畅快感。 在江海, 连一直压制着他的那个人, 今天也得看自己脸色行事了。 陈小娟, 今天不也负义自己了吗? 王金明真是见风使舵的家伙, 眼见萧可敬要调走了, 马上又狂奔回来, 投入自己的阵营。 来者不惧, 欢迎。 陶醉于惬意之中, 许桂生忽然想到一件事。 必须要了断了。 白天阴沉沉的, 晚上, 秋元忽然飘起了雪花, 阵阵白雪从天而降。 迎着雪花, 一身白色的秦楠, 正徘徊在回家的路上。 悠悠时光, 漠然觉醒。 下雪, 今天居然下雪了, 如果我们是个雪人该多好, 下雪怅然一笑, 声音里满是无奈, 还有淡淡地感伤秦楠姐姐。 她和下雪是在琉璃 位于政府大院里宿舍出来的。 之前, 甚至还拉着琉璃在院子里玩了一会雪, 又堆了个雪人。 下雪不知从哪里找来个帽子, 是红色的, 看上去有那么点喜庆。 但他们三个人心情却是灰色的, 犹如天空中阴暗。 石可骏没有通过提拔任命, 反倒是王斌通过了考察程序。 琉璃一直在思索这个无解的问题, 萧可静明明白白告诉自己是没问题的。 晚上萧可静给她打了电话, 而且还让她通知石可骏。 琉璃大着胆子问了句, 为什么? 萧可静并没有直面她的疑惑, 只说了一句。 时机还没到吧, 别想那么多了, 这个过程是她必须要走过的, 对了, 明天上午来趟市里。 说完, 萧可静就挂了电话。